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中国经济 您觉得眼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刚刚列了六个误区 是吧 这六个误区里面 我觉得中国一个都没扫入 包括你刚刚前面提到的 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比较陌生的概念 叫这个凯因斯政策误区 中国也没扫入 但是我个人对于这六个误区中的前四个 中国即便是进入误区 我觉得都还没有太担心 我比较担心的是后两个 一个是凯因斯政策误区 还有一个就是人口方面的误区 那前四个不重要吗 为什么说您不担心呢 前四个我觉得中国基本上有能力处理 而且都已经在处理了 而且总的来讲 中国处理的要比一般 同样面对到这些误区的发展中国家 我觉得处理的更出色 更有效率 中国在处理这四方面上 比一般国家出色 怎么解释 我们可以举例嘛 一个个来嘛 前四个 对吧 第一个是环境跟生态 是吧 我想在你比较年纪更小的时候 中国有一段时间 水污染 空气污染 土地污染 都极为严重 是 但是那是因为经济发展一开始的时候 刚才讲嘛 先污染后置顶 那个时候还振振有词呢 是吧 后来才反映到是大错特错嘛 所以现在就开始整了 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对这个问题是格外重视 所以特别强调青山绿水 金山银山 是吧 那么所以总的来讲 很大程度上改善了 不光是北京 全国大部分范围都在改善之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贫富察觉 这是任何国家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一定会出现现象 而且有个国家非常严重 但中国呢 很重视 对吧 然后在2020年全面小康 也就是说 数以亿计的 本来是非常穷的老百姓脱贫了 这都是事实 而且现在已经朝共同富裕 这个方案在努力当中 对吧 腐败问题 那更是由来已久了 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之后 就开始陆地发生 而且是相当相当的严重了 那于是习近平上来以后 大家很清楚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腐 而且这反腐的工作 这个力度很大 而且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完成 在路上 应该在路上 因为这个问题 确实比较深重嘛 但是只要往这方向走 就基本上就正确的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制造业外移 那这是必然的现象 土地价格 工资上升了 就必然有一部分制造业 一定会外移到越南啊 东南亚或者印度这些国家去 但是 你要注意到 在这个制造业外移的过程中 中国有不断的产业升级 或者是朝高质量的发展 你比方说最近你看到5G 是吧 然后这个量子科技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这些发展的时候 都表现很出色 还有新能源汽车 而且特别值得注意 所有这些我刚刚讲的 这些重点的 都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 所以总的来讲 我认为这四个中国 都已经进入误区了 是事实 但基本上都在调整了 而且调整的效果 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说不同国家 同样面对这四个误区 那为什么中国会表现得 比其他国家出色呢 这个跟所谓的中国模式 或者中国体制 现在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 有关系 那中国式现代化 我觉得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一些元素 或者叫基因 对刚才我们讲 这些误区的解决或减缓 很有帮助的 最主要的我认为 说明提三个吧 一个叫一党执政 这一党执政特色就是什么呢 我不需要为四年一次 五年一次的这个选举 来讨好选票 所以我的政策 可以不必为讨好选票被扭曲 对吧 第二个是社会主义的基因 这是一个DNA 这是共产党的DNA 社会主义就是必须要照顾 相对弱势的人 对吧 再第三个就是这个政治专业化 这个我过去都提过 这几个是中国 具有的一个独特的优势 你刚刚谈到这三个当中 其实尤其是一党执政 在西方会经常 产生一些负面的观感 但您指出它的优点 这就是它不需要去 为了选票去讨好选民 从而会扭曲自己 本来应该实行的政策 没错 这就是中国很重要的特色了 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社会主义经营 能够有助于贫富差距问题解决 这一党执政 我特别实际强调 因为它是不需要讨好选票的 这个特质 对于刚才你特别提到的 就是那个凯因斯政策误区的了解 我觉得尤其是关键 郑耀祥请教这个 关于这个政策陷阱 这个是有什么联系呢 这就举例吧 什么叫凯因斯政策误区 首先你可以看到 中国当前经济问题中 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 比方说这个楼市泡沫 是吧 然后地方债的问题 金融的安定 这方面都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基本上都跟凯因斯政策有关 为什么呢 追根溯源都跟长期以来 要举个例子 2008年不是施级金融海啸嘛 当时中国不是这个 为了要施级经济这个救世嘛 搞了4万亿的财政支出 然后还有好几万亿的 新增信贷规模 这些都是标准的凯因斯政策 就是当你经济变成困难的时候 我就采取扩张性的 或者是积极性财政政策等等 有没有效 有效 当时经济确实能够马上就止住了 往下走 然后从2008 2009 2010 2011 连续几年 中国的平均增长就9.6% 表现好不好 很出色嘛 全世界那时候看中国是这样看的嘛 对吧 那么但是呢 而且那时候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高达40% 就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达到4成 但是问题来了 它有后遗症呢 短期里面把问题解决了 这个很多的后遗症是长期时间久了以后 它陆陆出来了 就比方刚才讲楼市出现泡沫了 产能过剩了 对吧 有这些问题出来了 我记得节目当中你也不至于一次谈到过 说看经济增长 看经济政策 不能只看短期 要放在一个长时间概念中去看 必须的 所以我们评估一个国家的 这个政府的政策 到底好还是不好 对还是不对 必须要看长期 不是看短期 这个 但是凯因斯政策的 它的特色就是短期 凯因斯自己都特别强调过一句话 他很诚实嘛 他说 我们现在当然先解决短期问题嘛 短期问题解决了以后 那长期问题谁管 那长期问题我们都死了 长期间 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读过经济学都知道 在长期间我们都死了 那凯因斯讲这句话 并不是不负责任说 他只说我们先把短期顾好 然后分寸拿捏好 使到长期的问题不至于太严重 所以照我们刚才说法的 一个国家凡是走续长经济的 然后呢 又是选举政治的 那就很容易进入到凯因斯政策的误区 因为讨好选民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发现到类似的问题 不仅在中国 在别的国家 你看1991年日本 这个泡沫一破 到现在为止 失去30年 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 从韩国到台湾到香港到东南亚 一片哀鸿遍野 然后2007年2008年 美国有一个大泡沫次贷危机 为什么一再重演呢 就这个陷阱 学生您谈到美国和日本 能不能再具体展开说一说 日本的例子 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忆游行吧 它在1980年代的时候 冲向日本第一嘛 那个时候日本东京市的地产价格 几乎相当于全美国的土地产的一个价格 这就是一个大泡沫 所以这大泡沫91年破了 一破以后就是失落了30年 那美国情况也一样嘛 在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也就是凯因斯理论造成的 那个杠杆的一个作用 所以结果也造成了2008年 非常严重的这个金融 市集金融海啸 有一点我想大家可以上流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美国 日本 中国 大陆 还有东亚 台湾 香港 对 都这些地方 对不对 留意一下 欧洲好像比较少 除了那个欧债危机以外 很有意思 所以我理解为您把美国和日本 当作了一个反面教材 他们进入到了凯恩斯政策的陷阱 因为他们过于注重的是一个 短期和眼前效应 没错 那中国有没有进入到这种陷阱 中国有可能也会进入 但中国的形势稍微比较好一点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跟中国的体制有点关系 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回到刚才讲的一党执政 这一党执政最大的优点之一 就是我不需要为四年一次 五年一次 六年一次的选票 来扭曲我必须要执行的很好的政策 你知道凯恩斯政策是最容易讨好选票的 对吧 经济情况不好了 日子不好过了 我只要扩张一下就OK了嘛 对吧 我只要降利息降准一下问题通通解决了嘛 雨过天青了嘛 所以凯恩斯政策基本上就有点像鸦片 很容易上瘾的 那凡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又加上一个选举政治 就很难抗拒凯恩斯政策的一个诱惑 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刚才讲的 它不需要为了讨好四年五年一次的选举 去刻意地背叛或者扭曲 这个政策的正当一个做法 您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多年来高速发展的国家 难免会进入到各种误区 比较幸运的是中国这种 就是中国是现在话中体制 能够帮它不至于这么 没错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刚才来 一个是一党执政的 这么一个相对比较优秀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基金呢 就随时可以调整贫富差距这方面 环境生态破坏所造成的一些错误 可以纠正过来 包括还有凯恩斯这个政策的一个陷阱 也跟这个一党执政 避免过于陷入有关系 但是在这方面呢 我应该更客观地讲一下 我一方面比较不太担心 中国在这方面 很深入地陷入到凯恩斯的陷阱 但是一方面又有点担心 这个担心就来自于 必须客观地看到 在今天中国学经济学的经济学界 或者经济政策界 所有学经济学的 基本上99%以上吧 都属于美国式的凯恩斯的经济学 在这方面的影响 可以说是非常深入的 因此很难免在他们思考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 就进入到所谓的凯恩斯的陷阱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还是有这种几率的 需要去提防这种情况的出现 没错 没错 今天我们真的谈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谢谢先生 这个很大的问题 确实很大 大刀连很多我相信我们学经济学的专业 平常都很难触及到 或者很难想象得到的 这就是让我想到的罗刹海誓 这个刀囊这个歌词就很精彩 这其中最后一句话 尤其发言深信 这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它这个根本问题 我理解如果不错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黑白不分 是非颠倒 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这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那我这句话借过来 借过来用在咱们这个全球经济 我也认为也有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而我们今天触及到的 这个就是全球经济的最根本的问题 今天从经济谈到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 到底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解决 立刻进入到评说新语